其实糖分就是毒品 嗨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还没能摆脱低级趣味的 但是还是整天想着跟大家分享书籍和知识的Foxman 这一期要讲的是一个超级重磅的 可以说是和168清断时 同样对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它就是糖分 我们会经常看到媒体上很多明星和网红 在谈论着关于控糖之类的话题 感觉控糖这件事还挺高大上 挺神秘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为你揭开糖分的神秘面纱 带你全面的了解糖分 教会你正确的控糖的方法 好了废话不多说 Let's go 今天要介绍到这本日本著名医学博士 穆田山二所写的《关于糖分的话题》这本书 日本原名是《投室之の話》 这期的内容有可能会颠覆你对糖的认知 我会按照以下的顺序介绍本书 1.糖分是如何影响健康的 2.戒糖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告诉你正确的控糖的方法 1.糖分是如何影响健康的 一提到肥胖 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因为囤积太多的脂肪 所以才会导致肥胖的是吧 那么什么又是导致脂肪囤积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估计很多同学都会说 那一定是吃了太多的高热量的食物 才会导致变胖的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答错了 其实在数十年前 就连美国的医疗界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大家都认为 是因为摄取太多的高热量的食物 才会导致肥胖 所以当时一提到减肥 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就是要减少摄取高卡路里的食物 人类从猿人出现到现在 大概有180多万年 大概在1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开启了农业革命之路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农耕和畜牧 而在农业革命之前 我们智人就一直以狩猎 以及采摘野果蔬菜来维持生活的 当时的人类经常性地找不到食物 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如果碰到可以获得糖分的机会的话 那么就会尽可能地多吃一些 来储存更多的能量 这种行为模式 也就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了 而且糖分还很容易上瘾 容易产生依赖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我们摄取糖分之后 血糖就会急速地上升 这时体内就会分泌多巴胺和血清素 这两种激素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情愉悦 然后身体也会适当地分泌胰岛素 让你的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水准 你吃的糖越多 身体就会要释放更多的胰岛素 来降低血糖值的急速上升 当糖分消耗殆尽之后 就会产生空腹感 我们的大脑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 就会发出想要得到更多糖分的指令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甜食的原因 而且越是吃甜食 对糖分的依赖性就会越强 大家可要小心糖分中毒哦 一旦你对糖分产生了依赖性 一直吃优质碳水的话 那么让你变胖那就是必然的了 过度的摄取糖分 除了很容易让脂肪吞积以外 还会带来很多的疾病 就比如我们比较熟知的糖尿病 和各种因为肥胖而产生的合并症 也有数据显示 糖尿病患者会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短十年之多 除此之外 吃下更多的含糖量较高的食物 也会导致人体的衰老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所听到的人体氧化 就像剥了皮的苹果的表面 就会变成褐色一样 人体的细胞也会因为氧化而导致衰老 另外一个会导致衰老的幕后黑手 就是糖化 简单地解释一下糖化就是 体内多余的糖分和蛋白质结合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这种物质的名称就是AGE 这种有害物质比氧化还容易让人变老 而且氧化和糖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 防止糖化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减少糖分的摄取 2017年世界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 The Lancet 刘叶刀 调查了关于过度摄取碳水食物 对健康的影响 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 在18个国家共计13万5千人 共花费了10年时间观察饮食习惯 对死亡率和生活习惯相关的疾病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 碳水化合物摄取的量越大 患疾病和死亡率也会越高 过度的摄取碳水食物竟然有这么多的坏处 看来我们真的有必要戒糖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戒糖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如果你停止吃糖 也不吃快速碳水食物的话 体内的葡萄糖也会随之而减少 这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分解储藏在肝脏和肌肉当中的糖原 分解成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去 这些糖原消耗带劲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分解体内的中性脂肪 来获取能量 同时也会生成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 这就是为什么说 控糖可以做到减重瘦身的原因了 还有就是控糖之后 饮食就会变成以蛋白质和脂类食味为主 这样也可以大大的减缓血糖值上升的速度 同时下降的速度也会随之大幅度的减缓 这样我们的身体就会很容易维持一个较平稳的血糖值 这样也就不容易产生血糖低谷了 传送的能量也会比较稳定 身体也会对胰岛素更加敏感 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更加健康 更加富有弹性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不再那么渴望得到糖分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体重也会自然而然的下降下来 看来适当的控糖减脂 不但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 还可以很好的预防糖尿病等相关的疾病 还有抗衰老和瘦身减脂的效果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以上我们知道了控糖的好处有哪些 有的朋友不禁会问 那么日常饮食要注意些什么才好呢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少吃精致白色碳水 多吃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和蔬菜 在日常饮食当中最高效的控糖的方法就是 少吃含糖量较高的精致白色碳水食物 代替精致碳水的最好的食物就是 高质量的蛋白质食物 就比如鸡鸭鱼肉 还有就是猪牛羊的红肉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肉类加工食品 还有就是一天之中晚餐是最需要控糖的时间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餐和午餐的时候就算摄取了部分的糖分 也会因为白天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被消耗掉 所以不太会纯积成脂肪 但是晚上就不一样了 如果晚餐吃下太多的碳水食物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很难完全消耗掉这部分的糖分 那你想一想不胖才怪呢 建议晚餐最好做到零碳水为目标来挑选食物 推荐豆制品食物和红肉鱼肉以1比1的比率进食最为理想 对蛋白质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去观看过去讲过的关于蛋白质这个话题的完整的影片 里面详细的讲解了如何正确的摄取蛋白质 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饮食的顺序 为了防止血糖值的急速上升 饮食的顺序也很重要 先吃蔬菜 然后吃肉类鱼类等蛋白质食物 最后吃碳水食物 可以参考我们过去讲过的关于内脏脂肪的话题这个影片 里面讲解了很多关于饮食注意的事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完整的影片 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的含糖料较多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清凉饮料 清凉饮料里面就含有大量的糖分 如果经常性的喝清凉饮料的话 就会导致胰腺功能的下降 也会影响胰岛素的分泌 清者会出现反应性低血糖的症状 严重的话会患上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 可以说清凉饮料有百害而无一利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很多朋友自认为选择了无糖或者低糖的饮料 就不会对身体有害处了是吧 但事实上 这些喝起来甜甜的人工合成甜味剂 反而对人体的伤害更大 千万不要被这些零糖低糖的宣传口号 蒙蔽了双眼 一定要远离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多喝茶和水就是最健康的做法 还有就是蛋糕和许多零食 也是含糖量较高的食物 也要尽可能的少吃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水果当中还有的果糖 其实更容易让你变胖的就是果糖 果糖和葡萄糖相比 果糖不像葡萄糖会被直接的利用 会直接转化成脂肪被囤积起来 大家通常会认为水果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食物 但遗憾的是水果是一个很容易让你变胖的食物 听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很失望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珍珠奶茶等甜食中还有的砂糖 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结合体 其实这才是最糟糕的食物 这才是糖分中的王炸 长期摄入过多的糖分 不但会加速你变老的速度 严重的话也会让你患上各种疾病 就比如糖尿病 糖尿病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线疾病 胰脏器官一旦受到损伤以后 就很难回复到原本的健康的状况 可以说是不可逆的 不要等到患上糖尿病之后才开始控糖 一定要重视平常的饮食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喝清凉饮料 少吃精致碳水食物和水果 好了 以上跟大家分享了糖分的危害 以及正确的控糖的方法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Foxman的想法 看过本期影片之后 估计大家都理解了控糖的重要性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意识的 会减少吃含糖量较高的食物 但是控糖也是需要有节制的 只是为了让身材看上去更苗条 过度的控糖减脂的话 反而会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 就比如低血糖 贫血 甲肇腺机能的下降 白血球数量的减少而引起的免疫力的下降 所以也不能过度的控糖减脂 物极必反 要适量才行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正确的调整饮食 在控糖的同时 也要摄取足够多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蛋白质成分 循序渐进的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健康饮食习惯 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既可以让你保持苗条的身材 也能有效的减缓税了 Nice 好了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如果本期影片已经看到这里的话 顺便点个赞支持一下 这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了 求关注求转发 我是Foxman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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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